今天非常高兴在天使乐乐团邀请到了一位相当帅的帅哥 其实这位帅哥应该说是我们有很小的小朋友很喜欢 然后呢还有应该是我的一些长辈也很喜欢 还有呢像我这么大的一些跟我们同龄的小孩也蛮喜欢的 因为帅哥就是谁呢是我们的苏妖鹏欢迎 苏妖鹏你好 大家好 在这边能够请大家过来就是相当高兴 不知道呢什么时候到了北京呢 我前天来了 昨天有参加那个孩子的选择嘛 昨天那个活动 对 也有听说最近所有工具相当的忙 因为好像最近听说有相当多的事情都在往外面推出 比如说好像是听说最近出了一张CD 然后是曾经在2011年发过的一张专辑是不是 哪一张 好像是有从网上面找来的 真的吗 对啊 昨天有在网上面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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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1年曾经正式发过一个叫做 就是情深相当的一个专辑 然后是说呢在现在发行了一个 之前是正式版 然后今年发行205年是发行一个特货版 是真的吗 完全没有 还没有知道 也好啦 甚至个机会跟他成绩一下也不错 对 看来在这样一个时候呢 网上的消息看来还真的不是那么的准确 没有 今天的专辑还在筹备 原来今年是会出一些新的歌曲还是说 对其实尽量希望维持每年有一张唱片 那在今年其实刚刚在 刚刚在八月份吧 我们才录了那个刁蛮公主 就是我今年上半年跟张拉拉合拍了一部 对 偶像古装喜剧 然后里面这个片头群呢 是我跟张拉拉合唱的 刚刚刚录完 然后另外在唱片方面 今年会有新的合作伙伴 对对对对对 这个应该也会蛮惊奇的 不过现在还不能说 好的 那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 这样一个最新的一个歌曲 在2005年的最新的 真正的最新的专机里面推出来 那其实呢我听说 平时不知道你喜欢到北京来 之后有没有就是有机会啊 比如说上街去逛一逛 或者是吃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零食啊 或者是比较特色的小吃 像王府井那地方 大概比较不方便去吧 很多人 你要逛街还是有机会逛的 不过要稍微 巧妆一下 稍微去打扮一下 因为我看到有资料说 你很喜欢吃涮羊肉 那这次有没有机会去 到那边去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 嗯 这次来还没有吧 这次才两天 不过因为我也不是 哎呦我来北京都几年啊 对所以还好 其实不是不太像一般观光客吧 好像每次来都一定要那个 因为其实我还蛮熟的 嗯 那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正在热播的一个 大家都相当熟的 应该是都在 现在在各个当地方台都能够看到的 一个电视剧叫做 羊蒙虎这样 对不对 在里面也是演一个相当 应该算是 嗯 比较深沉的一个角色 然后呢 是在里面演杨自郎 对吗 嗯 然后跟里面的一个韩国的女性 蔡林友相当的合作 嗯 那个戏啊 是在去年的 诶 去年的冬天吧 诶 还是前年啊 诶 前年了诶 诶 前年的冬天特冷的时候 我们在上海 还在苏州的那个鸡爪山 还去横店 然后我们跨过年 都是最冷 最最最冷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那个 那个戏里面好像有一部分 并不是感觉你们穿得很厚重啊 对 哪有是因为衣服做的 做的薄啊 因为我们大家里面都冷 嗯 应该是拍戏的时候还是很冷 在那边的天气 很冷很冷很冷 而且因为杨家 杨家 杨家军嘛 大家都得 都得要 都得要 耍耍杨家枪啊 上战场嘛 所以那时候你想想看 天寒地冬 其实全身都是僵硬的 然后包括手啊 要往那些枪啊 其实都会很痛 嗯 那当然就是通过 应该是通过也这样的一些 武打的一些聚集 也算是有一个健身的机会 但是不知道 是不是会说有 对自己 比如说在很冷的天气啊 这样穿很少 有很大的伤害身体 比如说感冒啊 发烧啊 平时怎么去注意一下 呃 其实那时候拍啊 就说真的 那时候还 嗯 其实身上是 留下不少病痛吧 因为天气真的太冷了 然后要做一些这个 在身体很冷 而僵硬的情况下 我们还要去做一些动作 我们还要去做一些动作 其实很容易有运动伤害 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 真的 真的还蛮酷的 哎 好像是我 因为我本身自己是武汉人 嗯 然后呢 我好几个朋友就打电话来跟我说 因为知道今天要做 哎呀 今天要可以跟你一块的聊一下 做下来 然后就跟我说好像是最近呢 在武汉上了一个新的连续剧 叫做 魔术奇缘嘛 魔术奇缘嘛 对 魔术奇缘嘛 魔术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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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一个连续剧 然后好像也是听说你是在里面演一个魔术师 对 从一个 从一个小学徒开始的魔术师 小的学徒 那是整个过程就是从一个小的学徒到 然后到最后就成了一个魔术大师 这中间你自己有没有是真的每一个都 魔术都是自己去变 还是说真的去学了很多的魔术呢 嗯 还是有上一些课啦 不过这个魔术真的也不是一触可及的事情 那魔术基本上其实它就有分好几类的 就是有一些是比方说 像所谓的近景魔术 就像面对面变的这种 比方说有时候把库克牌变不见啦 突然突然一颗球啊 诶 从没塞进去的从什么地方跑出来啊 这种 这种就属于近景魔术 那这个东西呢比较考的是真功夫 就是它没得做假 你必须就是熟练 你做到很熟练的时候 快到大家看不清楚这样子 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大型的魔术 可能就需要借助一些大型的道具 比如说像 什么刀切美女啊 看那个刀切下去 然后人呢 推来推去啊 就分开了那种 那种大概主要是就是借由道具来做吧 其实那种只要台风好 就是看起来就会很好看 可是那个所以比较 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 其实反倒是那种 我们看起来又有大型的魔术 对你来说 应该表演起来更加容易 对啊 因为那个大部分就是 道具做得好就好了 可是像就是一些 刚刚讲的那些近景魔术 那个就很好功夫 但是在里面有没有学到一两照 很小的魔术 还是有一点点啦 可是那时候其实 毕竟也是 烈士爆火角吧 其实都不算非常亮熟 包括那时候新竹啊 我们都叫他一千零一环 就是他只会变那个铁环 就是他只会变那个铁环 就是我小时候玩的东西 所以他就是说 整个就是我 我也去看很棒啊 说你迷幻演起 然后他又去 专门负责去变那个铁环 那里面 因为他只学会了铁环 他比较慢来报道 他没有上什么课 又比较 哎 什么场合 又在变铁环 一千零一环 了无信仪 哈哈 对 那我也没有比他好多少 其实我也是练了一点点而已 那时候会有一点点 简单的扑克牌的魔术吧 这样子然后 对啊 不过在系里面 因为还好了 电视剧有一些比较 比较难的一些比较特殊 包括在最后 戏的最后的结尾 终于成为一代宗师 然后可以把整栋大厦变不见啊 那种 那可能就会借助一些 包括就是 现在电视的一些科技 就可以做得到 可能是有一些科技的部分 诶 说到魔术呢 就会让我们想到 比如说刚刚说心如 就一直在那边变铁环想到 一些想说很开心的事情 还有最近也是参加了 在北京的一个 关于儿童方面的一个演出 对对对 就刚刚说的那个 孩子的选择 在那个 现场的表演当中 也是 曾经演唱了一首 曾经相当就是 大家都会唱 而且都会去跳的 那个舞的歌曲 叫做爱 对对对 然后好像是一个电子的版本 对对对 其实呢我觉得 孙友宏除了在演艺工作方面 相当的成功了 也是一个相当有爱心的艺人 当然除了参加这样的一个演出之外呢 好像是最近也推出了一些其他的 就是关于小孩子方面一些 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在参与 比如说 诶就是这样 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容 就是中国的一个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的一个内容是吗 呃 这边也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 其实这个 怎么讲 我自己一直觉得 就出道了十几年了嘛 就是一路以来真的 得到很多人的帮忙啊 还有包容啊 还有关爱这样 那我觉得到现在 呃 年过三十啊 希望可以从以前一个就是 以前的角色我觉得是一个 获得比较多的那个角色 我希望以后可以变得 我可以尽量多一点付出这样 那在这个公司的努力之下呢 我们就跟这个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其实简称青基会啊 那青基会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的单位 那它下面有非常多的籍项目 其中包括大家很熟知的 希望工程希望小学 其实就是下面的其中一个项目 那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跟它一起 大家其实对于一些公益啊 希望能够回馈社会的理念很接近 所以我们就一起成立了一个这个 说我们爱心基金 即将会在这个月的17号 我们会有正式的发布会 听说这个发布会所有的一个 就是一个收入 这个整个发布会 不是发布会是没有收入的 让我来说 对 那我们还同时 我们还发布 因为我其实在 在早两三个月前 我们有跟这个 希望工程的 的人员合作 我们配合了一个活动 我们有去参加 助学长征 对有一个助学长征的活动 他们是用来抽款的 然后来做这个希望 带希望小学的 那我又去走了一段 走了一段路 然后 第二个呢 还有去川祖寺 在四川的偏野山区 我们有去探望了两所 这个希望小说的小朋友 那那边的小朋友呢 主要都是藏族的小朋友吧 还有 还有遗族 是不是 对 我们那时候反正去 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很新鲜的经验 因为 怎么讲呢 我觉得 看到了很多 他们 也许自己的一些生活的 客观 環境 到底不是很好 可是却对于未来 充满希望的一些小朋友 他们很希望能够借着求学 来改善 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 或者让家人过得更好 那那一次 其实真的 嗯 我想不止那边的小朋友 得到感动嘛 因为对他们来讲 会觉得啊 有这么多 在外面的世界的 一些大哥哥哥 大姐姐们 然后会来 关心他们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嗯 其实反过来讲 对我们来讲何尝不是啊 我觉得 会让我更懂得珍惜吧 嗯 那那一次呢 其实我们整个的行程 我们就有记录下来 那我们就 包括这个 我们这一次 对 反正行程记录下来呢 然后我们后来 就是 决定要做一份 这个纪念的 对 这个纪念的邮票 这是一个 在全国可以通行的邮票 里面有这个首日风 还有这个 所有的 还有那个明信片 还有这个 邮票 那里面的相片呢 全部就是上次去 川主寺 看那个希望小学的小朋友 去希望小学 看这个希望小学的小朋友呢 这个里面的全记录 那在这一份邮票呢 也会在9月17号当天 在全国做发行 嗯 那里面所有这个 就是 卖出去 得到的款项呢 我们都会作为 苏鹏爱情基金的 成立的启动基金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其实今天这个是 热腾 可能早上才刚刚拿到的 诶 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这个就是 比如说 诶像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信封吧 哦 这个是首日风 应该是首日风 对 首日风 然后 然后有那个基金会的一些介绍 然后后面 对 还有一些捐赠的方式 那其实我们这个基金会呢 呃 是就是 我们公司这边跟这个 亲戚会一起合作的 所以以后 所有的就是款项的这个 呃做出来做的事情呢 其实都需要双方 互相的去监督和 哦 对 互相同意才能够去进行的 都会对外面是公开的 希望能够做到更多的好事 嗯 那这边有很多照片 都是那时候跟那些小朋友啊 一起 就是一起玩啊 拍下来的照片 哦 他都给我挂了很多那个哈塔 哦 其实是真的跟那些小朋友在一起 会觉得就是 自己也感觉年轻了很多 然后呢 就好像跟那些小孩子在一起 自己也变得很天真一些 这是一个啦 第二个其实也希望 可以给大家 多一点打气吧 真的我觉得 嗯 真的知识就是财富 知识就是力量 嗯 我希望每一个年轻人 都可以有公平的 呃 求学的权利 嗯 所以呢 在这边呢 爱心应该是从每个人 开始做期 然后呢 如果呢 你想要帮助小朋友 他们也 敬请关注我们 9月17号的这样一个 对 其实9月17号呢 就9月17号 我们其实会 早上会有一个发布会 发布会就是爱心基金的成立 嗯 然后同时在现场 其实也会 卖这个 卖这个邮票 嗯 这样子 这个邮票其实我们第一批 就是限量3000分 那每一个邮票上面 其实都有标他的号码的 那在我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 会提前拿出一些 特殊的号码 嗯 来做一些特殊的 特殊的拍卖这样子 嗯 对包括比方说像0815啊 我的生日是 农历史中秋节啦 对 或者是0911啦 或是成立的当天是0917 嗯 然后还有一些包括 呃 可能这个 8888啦 呃 非常吉利 非常特别 对对对 这些特殊的编号的邮票 会提前先拿出来拍卖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我的这个 这个做工官方网站 大概这一两天就会公布 嗯 如果我是你的歌迷的话 我一定很想要的 就是0815 对 因为对友宏来说是 阿姨每年的生日 都是农历的 8月15 对对对对 说到生日呢 好像今年的生日是 特别是 呃就是推迟了一天就是到 9月的17号是不是 然后就是 这个好像也是在同一天吗 对其实本来 中秋节是 是今年是9月18号 可是9月18号 不是今年是那个 就是抗战的 那个918事件 所以大家就觉得 哎呀有点尴尬 哦 第一个我们其实在 我们每年都要做这个 全部的就是同一的 大家的见面会 亲生会 那如果刚好選到中秋节呢 其实真的有些人 比方说如果真的有家 有小孩 有老公的 嗯 真的要人家出了 被要抛肤气笔吧 我觉得这也不太好 所以大家后来就决定 在9月17号 嗯 其实在这一天呢 也总是会有 这么两件很开心的 关于友宏的事情发生 当然了 说到友宏的生日 其实好像我记得 就是如果算到杨历的话 应该是9月的11号是生日 9月11号 好像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对 应该就是今天也算是 我们宿友宏的生日 然后呢 昨天我就随便到 网上去看了一下 然后整个关于你的一个 网络的排名 昨天晚上我记得 我是1点 大概1点50的时候 去看这样一个 什么网络排名 就是呃 在有一个搜索的网站上 然后就会每 最每个明星都有一个排名 对 然后他那个排名 是每天都会去变的 嗯 然后昨天刚好我看到 是排在第20位 而且是男影星 男的明星里面 是排在第20位 而且那个明星是 不分就是内地啊 或者是港台啊 或者是国内外 都不分 然后就直接把他排出来 是排在第20位 看来现在人气还是相当的高 而且呢 昨天我们就是 看到了在那个留言板上 在我们自己的论坛上 盛大的那个 pop糖的网站上呢 也是有相当多的就是其他歌友会啊 还有就是本身最友谤歌友会的一些朋友 已经上来留言 就是已经开始在从呃 9月的10号就开始 一直有歌迷在发 然后在零点的时候 就有好多人发来 比如说水果啊 些花啊 来祝你生日快乐 在这边呢 就是短短的 从中午的12点开始 我们就一直收到大概有 将近有一百页 整个这么多的祝福 全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嗯 也分一半给你们看一下 其中有一部分也是相当的多 就像我们有来自于辽宁省的 一位 网友叫做岳下莲 他也是在这边呢 他说希望祝你能够身体健康 其中有一部分 其实我身体很健康 我觉得是密调澄清一下 但我每天到晚都在担心我的身体 对啊 因为我好像有一次是在重庆 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然后好像我觉得真的是你的歌迷 非常关心你 就是在有一个八月底的一个 新闻发布会上 好像有点小小的咳嗽 然后就看有歌迷 就是开始发帖 就好紧张说 哎呀有鹏生病啊 怎么那么不住 所以我开始真的很紧张 其实我心里还不错 真的大家不用太担心我 嗯 好的在这边呢 我们还有来自于比如说像 马来西亚啊 还有就是河南省洛阳市啊 很多很多地方的一些网友的男性 还有呢就是他们就可能也是到留言板呢 或者说是其他的比如说像我们那些论坛等等 来祝你生日快乐 大家在这边呢 因为是你生日的日子 我们有为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 啊这个礼物呢 稍后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下 不知道你今天终于有没有吃饭 刚刚吃了一个汉堡 刚刚呢 刚刚只是吃了一个汉堡 因为很匆忙是吧 对 对因为 对啊 一直工作 因为刚刚我还去新的 因为我的其实新的官方网站 也是这两天刚刚出去 哦 对刚刚刚 早上起床以后还去看了一下 可能要留言了 结果后还发现 因为这个官网站刚刚下的时候 那边还有一些东西要要要要要 要调就是还要适应 还要还要调整 对 然后结果就发现 因为我在上面有一个板块 是有空留言 就是只能我自己留言的 就没想到 一般人其他的那个账户是不能在那边留言 就没想到我自己登录以后 他说你没有留言之感 就连我都没有留言之感 就本来想跟他说一句话 就说不了 嗯 所以可能还是在一个内测的阶段 然后可能 什么时候可以大概一个时间去进行 其实都已经推出了 已经推出了 现在其实也还在修正 希望它更完善吧 嗯 那现在 其实每一个网友反应的那个状况 我们对大家的建议 在你自己的一个官网上面 我想我们知道的是 除了你自己有一个固定的账号 然后去写你自己 用你的那个权限去写你自己的那个部分之外 会不会比如说 用其他的一些网名 然后上面去潜水 然后去回一些帖之类的 这个不会 不会 对啊 做不改姓 行不改名 对就是我 那有没有去过其他的 比如说一些专门歌友 有为你单独的去准备一些 那个比较没有时间去 没有时间去 对 其实最近已经为了这个 就是这个新的官方 我真的要花很多时间了 嗯 其实我知道就是 很多的歌 都很关心 我们有一些行踪 还有一些 等等一些去到哪里 去到哪里 然后其实今天我们现场 有来一些歌迷在这边的 也是想向你表述一下 声乐的祝福 然后呢 之后 有没有说是 为他们准备一些小小的礼物 嗯 可能有一些签名照吧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他们真的是 就是刚刚我也有问他们 他们就说 诶能够有时候见他 我们真的是相当的 其实这几个 大家老朋友了吧 嗯 应该他们签名照 应该也都没有少了 合照应该都没有少了 嗯 诶其实说到这样的呢 我想问一下就是 其实从 呃最开始的小虎队里面 一个相当让我们觉得 相当帅气 然后那个时候读书时 非常的厉害 考上一个相当知名的 大名的台大当时 然后之后呢 然后一路一路走过来 最开始是 呃在小虎队里面 是能唱你跳 然后到后来就是 一大部分都是 在呃 聚集为主的一个演出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 可能前一段时间 一直以来好像是 除了那个 最近的一个 一个 在武汉那个拍 呃在武汉那个 排播的那个片子之外 魔术奇缘之外 魔术奇缘之外呢 哦那其他的都是 以服装系为主 其实也还好吧 其实尽量在接戏的时候 也会 呃 做一些选择吧 尽量希望平均一点 那之前也有 琴丁海琴海啊 嗯哼 我想应该也是 对 对 也是一个实装器 应该 应该播的也还不错 对 嗯对 哈哈哈哈 哦那在呃 在这边呢 我们也看到了 有一个 呃相当大的 礼物 来看一看 这样一个大的礼物 其实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 网络游戏 其实就是 现在泡泡泡糖 其中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主人哦 就是泡泡里面的一个小娃娃 非常的可爱 哦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大 放大 相当相当的大 我们把它请过来 来 来 她在哪里啊 哈哈哈哈 对 营养过擅 我们 这个小 对 刚才有啊 啊,好 讓它靠在這裡,然後剛剛的我們也,我們剛剛還說到就是最開始的 小,呃,說到小虎哥的時候呢,我就想說,嗯,其實這個小娃娃的名字叫做 等你喝完先,然後這個小娃娃的名字叫做小乖 哦,是嗎?好熟悉哦 嗯,算是蠻熟悉的了,然後呢,如果說,要你對他說一些話,對小乖說一些,對他最想說的是什麼 少吃一點吧 嗯,其實我覺得現在呢,我覺得現在看你的樣子應該是皮膚曬得黑黑的,很健康的,很陽光的樣子看起來很成熟,然後完全沒有之前的那種感覺了 是嗎? 而且,而且好像一直聽說就是,聽你很明確的說過就是很不喜歡這個名字 小乖啊 嗯 嗯,應該不太適合現在吧,我覺得 嗯,其實我覺得現在的形象跟之前完全不一樣 嗯,我不知道,那你覺得之前是什麼樣子 嗯,我覺得之前可能會更加的自文秀奇奇,然後現在更加癢光,更加帥氣 謝謝 然後,然後,但是我覺得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可能,呃,就是,從小谷隊最開始很紅紅,三更在一起小朋友到現在,你們三更就是平時還會有一些聯繫,或者是,還算是很很好,會有經常的聯繫 其實大家我覺得,雖然現在碰面的機會真的,沒有以前那麼多 嗯,可是我覺得,對啊,對啊,對啊,可是我覺得那個交情是不會,不會變的吧 其實像這一次,因為9月17號,我們不是上午有那個發佈會,下午有青春會嗎 本來其實第一個選擇就是要去烏熊的餐廳做青春會 嗯,對,要去檸檬葉子做青春會 嗯,給大家打個廣告,在北京的蕭原路 有個檸檬葉子是做這個泰式咖哩果果,非常非常好吃 對,結果後來,因為沒想到今年的那個報名人數,就超過我們的預期 所以我們後來才改地方,因為那邊放不下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烏熊都有給我們一些特殊的優惠 因為他其實人不在北京,他在海邊賣喜 然後就說,啊,找他哥吧,因為他哥在北京幫他打理餐廳嘛 對,然後他都有給我們一些特別的方便這樣 嗯,所以呢,如果說你們偶爾想到那個地方去碰到我們的烏熊 或者說,碰到我身邊這個帥哥,就一定要去到這家餐廳 當然呢,在這邊呢,我們也收到了很多現場剛剛發過來的留言 在這邊呢,就是有來自於河南省新鄉市的一位網友 他就說了,他叫做邦雲,他說在這邊呢,要祝你生日快樂 還有人呢,就是蓮子來自於江蘇省的 他說希望呢,祝你能夠工作順利,還有天天開心 啊,還有,謝謝 還有來自於你官網的一位朋友 他說,我是官網的柏拉圖是愛情 他說要告訴你,是會一直一直愛你,一直一直支持你 嗯,還有就是我們聖誕呢,最近也是推出了一個最新的一個互動的軟件 就是一個IM叫做圈圈 然後是相當也是相當可愛,裡面有一個黃色吉祥物 不過我們的圈圈呢,我們也收到了很多的留言 在這裡呢,有一位叫做黑暗幽靈的朋友呢,他說 嗯,也是希望你生日快樂,然後希望你的專輯越賣越好 然後呢,也是人氣越來越高 在這邊其實真的我覺得很短的時間 因為我們一直發布出去,應該算是從我們的採訪開始到現在 已經收到了很多很多,而且是來自於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網絡應該算是蠻神奇的,可以把很多不同的地方 可以交到很多你自己生活裡以外的朋友 嗯,在這裡就是,平時就是除了,比如說工作 然後如果說你有一段時間很長的一個假期,你會安排你自己去做什麼 出國遊學吧,遊學 半個月啊,半個月能幹嘛 半個月能幹嘛 半年 半年喔 嗯 半年喔,就有點長耶 半年可能先出國去做個去歐洲吧,什麼 做個短暫的遊學,可能一兩個月啊,兩三個月之類 剩下時間可以回來上上課吧,做一點進修吧 嗯,其實好像我聽到說就是你最大的願望應該就是有機會出國去遊學 但是我記得應該好像是在你的什麼經歷當中也 也是有很短,應該算也就是三四個月的時間 曾經有出國去遊學 對啊,對啊,還有一次,去年年,去年底才去的,又去了一道紐約 嗯,其實我覺得出國遊學的話,你一般都會選擇一些去 大概的行程會是去遊玩為主呢,還是說一邊再學一些中系為主呢 這個要,我覺得要開始時間的狀況吧,其實如果你真的要進學校的話 第一個要克服,還要克服語言的問題 嗯 對,那可能要再從語言學校上起啊,然後可能語言學校還沒念完 你假期已經結束了 對啊,所以我比較覺得,嗯,其實年輕人如果可以多去 不一樣的環境走一走看看,我覺得都是收穫吧,就是走過的一定會留下痕跡 即使你今天沒有進學校去上課,可是你光看到不一樣的,呃,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然後,呃,或者是交到不一樣的朋友,我覺得都會是收穫 嗯,其實我覺得呢,每一步,人生的每一步呢,都會讓我們有些些的收穫 其實我覺得可能,欸,走到現在,我覺得你自己就是,如果再回頭去看 就是之前因為,呃,我們知道你都考過一個很好的大學 如果再從那個時候,從讀書的那個時候再開始選,如果說讓你去選擇 好好的去上學,然後呢,然後一夫一夫的走下去 嗯,或者說讓你再選一次,去做藝人這兩條,你會選擇一條嗎? 嗯,還是會做藝人吧 還是會做藝人 比較有趣 嗯,雖然起起伏伏,有時候這個,對啊,就是,死好死壞吧 嗯,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講,還是,嗯,還是,比較有趣,而且收穫比較大 嗯,其實可能是做藝人最讓你開心的事情應該是什麼 嗯,開心的事情啊,就得到大家的肯定吧 嗯,其實我覺得應該得到的肯定,應該算是很多 因為,在我印象當中就是,在我還是,剛剛讀小學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知道,有蘇友朋,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我自己還沒有力氣能夠去擠到會台去買你的 那個時候還沒有,說是CD,只有卡帶 那個時候我記得印象很深刻,我小的時候是我媽媽帶我去 然後我媽媽幫我擠到很多的人群裡面去,買了一盒那個時候小虎隊的磁帶 嗯,然後逐漸逐漸到後來長大了,是,後來開始看電視劇 嗯,然後我看環珠哥哥的時候是,從我的外婆,然後到我家的很小的小妹妹 然後一直開始都很喜歡,然後就發現,好像是所有的人,不論是哪個年齡層的人都很喜歡你 是嗎? 嗯,我不知道,這個應該算是對你的一種鼓勵,然後我不知道它會不會也同樣給你帶來很多的壓力呢? 過了壓力的那個時期吧,我覺得在剛剛出道的時候,因為我出道的時候才15歲半吧 我覺得對於很多事情其實都還沒有遇過,也沒有看懂 所以需要滿長的時間來調適自己,就是從此因為,從此以後我的生活跟我的朋友,同年人的同學們就是不太一樣的 那到現在我覺得我已經很接受這個,很習慣這樣的生活方式 是因為很長時間,大概一出道到現在,從88年加入相互隊到現在 算算已經,哇賽,好十七年了 那個小姐已經不夠水子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你自己想一想,會不會覺得,哇,好誇張,那麼長時間 待會兒也覺得這可能也是一種宿命吧 那另外一方面我就會覺得,其實一路以來,真的就像剛剛說,我覺得得到很多 我就很希望能夠積極地去發揮一些正面的影響力啊,不管對於這個社會,或是對於所有喜愛 嗯 有在關注我的朋友們,我希望能夠做到,起到一些比較好的帶領的作用這樣 嗯,那你親命啊 我還蠻親的 其實你認為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嗯,可能有一點吧,但我覺得還是要有人為吧 我覺得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不會有白癡的午餐喔 就是都還是要,還是要努力 你必須要進人事完以後才是天天明的 嗯,那就是總結了這麼一大段之後 我覺得談一談應該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影視劇 然後呢,還有很多的專輯 如果要提出來,一定要你去選出來你最喜歡的兩樣 應該是哪兩個作品 你說電視劇啊? 對 電視作品 嗯 我蠻喜歡一天都忘記 嗯,應該就是 喜歡他的原因應該是因為 因為 因為啊,因為呢 這個 一個電視劇的出來的成績好壞呢 我覺得是有非常多的環節要配合 才能夠做得到的 嗯,那有很多東西是缺一不可 包括你可能要好的劇本,好的導演 然後有好的投資老闆 然後還有好的所有的剛好跟你搭戲的演員 大家要有默契 這些東西我覺得有時候是可遇不可求 那我覺得一天都忘記是一個 真的是很難得的機會吧 就是裡面出的演員都非常的到位 然後 導演 導演也拍得很好啊 老闆也花錢在做動畫啊 然後 當然 本身經用的故事就非常非常隱恩入神 所以我覺得才能夠出來一個到後來結果很不錯的作品 嗯 到現在我都還蠻引以為容的吧 那如果說到唱片這方面呢 應該是自己最欣賞的 或者是自己最喜歡的哪首歌呢 最喜歡的歌啊 或者說是一張專輯 如果自己的專輯裡面 可以拍校隊時期 自己的專輯最喜歡的 應該是去年那一張以前以後吧 嗯 我覺得 就是隔了一段時間拿出來聽他會覺得還不錯 應該是最貼近現在的一種感覺 或者說是生活的一種狀態 那可能也是這樣子 那你會用 比如說你會用音樂 或者用一張專輯的內容去 呃 就是 好像是用專輯用音樂去講出最近一段時間的生活的內容啊 或者一個狀態 我一直是這樣子欸 一直都是怎樣 應該是這樣 可能會演一起來也會輕鬆一些 然後應該是 這個可能比較自我吧 有些時候 嗯 嗯 嗯 我覺得 那你在裡面最喜歡的一首歌應該是哪一首 就在以前以後這張專輯裡面 嗯 嗯 應該每一首都會喜歡 因為蠻多歌都有不一樣的故事吧 對我自己來講 應該每一首歌都是很用心的去演譽之後 好像每一首歌 通過這樣一段時間去製作 都是很花心思的 對啊 就是都是自己的孩子吧 都得要懷胎 都得要懷胎啊 症痛啊 然後生出來啊 這樣子 都會通過這些國家 嗯 其實我覺得 嗯 那有了這麼多這麼多的經歷之後呢 在今天這樣一個生日的時候 那如果說這樣你去取一個生日的願望 或者說是說 嗯 你希望 最希望實現的 而是 當然我們不要說那麼遠吧 就在一年之內 最希望實現的事情 都算是什麼 嗯 希望 身邊所有的人都 都 都和諧 然後 都幸福快樂吧 那如果 說的比較 自己一點 或 說的個人一點 就希望自己能夠 獲得的事情 或者是想要的事情 呵 比如說是 一輛車 或者說是 嗯 還好耶 其實在工作上面 我覺得已經還 都已經覺得還蠻自助的 就順其自然吧 嗯 比較希望 甚至少一些誤會吧 因為我不知道 可能前一陣子 有時候在一些 一些情況下 都會有時候 人和人之間 可能會有一些 誤會啊什麼 我覺得它都會比較 影響心情喔 那我希望 這些事情 都可以快快的過去 不會啊 我覺得其實 雖然若杭也來到現在 我覺得你 緋聞倒挺小的 呵呵 我也沒有說緋聞啊 呵呵 就是希望大家 就不要太在意 其他的方面 最好呢 就是好好的去 關心我們 友朋的一些作品 就好了對不對 嗯 那其實出道十幾年到現在 那喜歡你的人 也其實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已經是 去成家立業的啦 那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 他們應該算是跟你一個 在你事業上 是陪伴你 一起去成長的一部分人 在這裡 我不知道 嗯 你對他們這樣一方 就是很長很長時間 可能從你剛剛出道 一直到你現在 在這一段路 一直陪你走來 你們覺得 他們今天就是 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嗯 覺得很 覺得很珍惜吧 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是一個 蠻難得的緣分 因為可能 就是像剛剛講 我自己也比較特殊啊 出道比較久 到現在還在 對啊 所以 就真的是大家 就我們這一幫人吧 差不多同年級這一幫人 大家真的是一起成長喔 嗯 那 我覺得我還蠻珍惜這個緣分的 那謝謝大家給我的鼓勵 我也 希望繼續可以用更多的 好作品 給大家的生活 多一點歡笑吧 嗯 那現在呢 比如說剛剛前一段時間也是 超女被炒得相當的火熱 然後就可以看到到 現在的小孩子好像都很嚮往 這樣一種明星一般的生活 就覺得這個 這個生活是 讓人覺得很渴望 很神奇 然後而且呢 是相當美好的一個事情 那如果說 這樣子告訴他們一些些 比如說 你最願意告訴他們 比如說那些很想求你們的 一些小孩 你會對他們說什麼 嗯 你覺得他們應該是 先好好讀書 或者說 我覺得讀書還是最重要的 很多時候 因為在學校裡面 可以給你一些很多 一些面對事情基本的 一些思考的能力 或是一些邏輯判斷的能力 那還有一些 我覺得很多做人最基本的一些 這麼講一些 像剛剛講的一些 思考能力啊 或者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品德 或是素質 其實是必須要在學校裡面 才能夠獲得的 我覺得 如果你在 學業還沒有完成的時候 就想要跨 就想要進入演藝圈的話 我真的希望你不要放棄學院 嗯 就是在這邊 你也告訴所有的 小 應該算是小弟弟 想看看有沒有 就是在 無論你們都想成名 但是之前一定要打開一個號碼 對啊 而且我覺得很多時候 大家要有一些心理準備 就是說 像剛剛說的 做同哥哥說的 這個是沒有 其實沒有不勞而活的事情 大家可能很多時候看到一些 比如說明星在舞台前面 在螢光幕前面 光線亮麗的一面 事實上背後都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對啊 希望大家可以 踏踏實實地說明一件事情 嗯 在這裡呢 今天呢 我們的所有魂哥哥也告訴了 我們很多的事情 嗯 也算是能幫我們 就是 無論是對我們 小朋友啊 還是對一直一直以來很支持 很喜歡他的歌迷魂 我們都說了很多 一些 算是八字 呃 不是叫算是 應該是 真的是八字內心的一些 話語 告訴大家 和大家一起來分享 當然在這邊呢 也要再一次的祝我們 祝福生日快樂 因為今天是你的聲譽對不對 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謝謝 對另外其實還有一個東西 要講一下 今天會來這邊 就聖大聊天室跟大家見面呢 其實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要在這邊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 我的碩棚的官方網站呢 其實接下來 會跟聖大有些合作的 嗯 就是在聖大 在這個 官方網站呢 會有一些提供一個 這個 算是娛樂的社區吧 娛樂社區 對 而且聽說裡面還有一個叫做 澎幣的一個 對在這個社區裡面呢 其實 裡面呢 每一個進來的人呢 可以有自己的身份 然後你可能會有自己的工作 和自己的生活 然後每天在上面 可以大家交朋友 然後你工作以後呢 就可以換到一些金幣 這個金幣叫做澎幣 那這個澎幣之後 你可以 也許可以去 下載收工的歌曲啊 或者是可以得到一些禮物啊 什麼之類的 那這些東西呢 都會是跟聖大合作以後 才能夠得來的 請大家密切注意 那應該算是就是 在這個網站上 是可以看到最新的 所有的關於你的 一些資訊還有 對 所以其實 以前的官方網站 大概比較 給我的感覺是比較家族性吧 我希望以後的我們的網站 可以提供 給大家提供更多的 多元化的一些服務 包括像剛剛講的一些 可能線上的社區 就是比較娛樂性的部分 另外其實還會希望 能夠提供更多的 包括 線上的正版的下載 或是一些 比方說彩琳啊 或者是一些這個 增值服務的東西 無限增值服務的東西 那我想 跟聖大合作以後的 作弘官方網站呢 應該會更熱鬧 嗯 也希望呢 我們這樣的一個網站 如果你喜歡有朋的話呢 也要去關注這樣的一個 官方網站 相信呢 在上面 你不僅是可以獲得 最新的關於所有朋的 一些資訊呢 還有他的行蹤啊 還可以通過我們網絡的 這樣一個彭帝呢 去獲得 比如說 他的最新的歌曲的下載啊 等等 這樣一些無限的一些 其他方面的一些內容 是嗎 是的 好 在這裡呢 也希望我們的所有朋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面 能夠工作越來越順利 然後人氣越來越旺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還有什麼 我們還有蛋糕喔 哈哈 哇 一個非常漂亮的 他照你喜歡吃起來 對不對 還好 還好 其實我真的沒有什麼太多過生日的概念 因為我也不是 因為一般不生日都不是在 在跟家人 頂多就是大家會 就是有這個慶生會吧 會跟大家一起過 其實我自己本人沒有什麼 什麼生日一定要派對要玩 那要 沒什麼這種概念 那我其實因為 聽說是每年的生日會 都去跟 跟民意換過 對 因為每天都會有個慶生會 那你基本上 陪家人的時間很少嗎 嗯 還是會有陪家人的時間吧 嗯 我媽媽也是中秋節生日 蛤 對對對 好巧啊 對啊 所以每年我們會一起過生日 因為我可能是自己 比較直接來媽媽 然後什麼時候 就是一定要跟媽媽在一起 真的嗎 過生日的時候 對啊 然後每次過生日 就趕緊給家裡所有人打電話 然後讓他們來 啊來吃蛋糕 哇 他們已經把蛋糕準備好了啦 然後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因為 是我和另外一個女孩 奇怪去挑的 好 哇 在這邊 那是不是要關燈 應該關燈 好 嗚呼 哇 要幹嘛關 我們要來唱一下生日 生日快樂 畫面已經黑了 趕快拿上來 有了有了 通過鏡頭線就有了 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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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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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一個非常漂亮的蛋糕 在這邊呢 還有生日快樂 欸我不知道是誰 唱蠟燭 唱蠟燭 趕快唱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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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平安 順利快樂 好 噢 超強 哈哈 不會是 張無忌 哈哈 超強 超強 是櫻桃之類的一些水果 醃的蜜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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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耶 大家吃不到 然後蛋糕裡面還有其他的水果 對啊 但是沒關係 謝謝 我相信17號的時候 在你的生日會上一定還有創作的作品很快 對呀對呀 而且這個是一年一度大家的大聚會 今年人又特別多 我覺得應該會很開心 啊 那 歌迷會 現場會不會有家人到 家人 可能不會吧 哦 觀光的都是我的家人 哈哈 就是所有的歌迷都已經成為了家人的一部分了 是嗎 嗯 好我來看一下 我們網上消息真的是相當的多在這邊 一起來分享一下我們 有這樣一位朋友他說今天有朋友生日快樂 還有今天下午要讓你唱歌 是一位廣東的朋友他說居然要你唱歌 啊不會吧 是我生日又不是你生日 對啊我覺得應該 你的生日應該是我們大家會唱歌 然後在這裡呢還有就是 欸有人問呢就是 什麼時候會有時間到上海去開演唱會 上海 嗯 之前做過一場個人演唱會就是在上海辦的 嗯 對啊 那最後還有沒有安排就是會在那邊 比如說有個小型的歌有會啊或者怎麼樣 可能要等下一張下一張專輯出來吧 哦那所以大家要趕緊給他加油鼓勁 然後出了新的專輯就可以在上海見到了 嗯 好了還有呢就是有朋友說希望呢可以盡快找到生命中的天使 啊 我也在等待了 哈哈 是在等待了 其實已經出現了就是 房間也比較好 還在等待還在等待 嗯其實呢我們也希望真的 你一直好像都很少聽到 因為是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分得很清楚 所以說我太願意給大家面前一期間想過做什麼的 嗯 嗯如果要結婚了一定會跟大家分享 嗯如果要結婚了一定會跟大家分享 哈哈哈 在這邊呢他說一定要祝你生日快樂 而且呢 要告訴你他現在正在通過網路就去看我們這樣一個直播 嗨 他的名字叫Bella Bella 嗯對在這邊 好了還有就是在這裡 嗯嗯 我們一位屬韋仔 他是來自於明夏營專輯的一位朋友 他說呢有可能是你教會我從容的對待一切 那我真的很感謝你 因為今天那也是你的生日 他希望你能夠開心每一天 千萬呢不要太累了 我不要讓自己太辛苦 哈哈哈 大家乖一點我就不會太累了 嗯好 而且這邊其實我覺得隨時隨地的 因為我們這邊可能沒有電腦能夠直接看得到 然後我們工作人員呢 就是第一時間把這邊的消息發給我們 來自於湖北的一位 我沒有看到他的名字反而在另外一張字上 他說欸那關卡很仔細 他說你又開始留長的頭髮了 而且很喜歡你今天戴的這條項鏈 清白的 而且好像上面是寫的數字 是因為很喜歡就買了 還是說他特別有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啊 就是喜歡就買了 對因為之前一直沒有一條 可以那個可以帶上 就是可以在工作上用的形象 看來就是所有的朋友 還是相當的關注我們有朋友 而且有一位朋友真的是很可愛 他說一定要祝你生日快樂 而且事業是旺旺旺旺 連打了三個旺 然後就是看來是非常非常的喜歡 很多的朋友呢 在這邊都祝你們生日 祝友宏生日快樂 也希望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面 我們能夠更多的有機會 能夠在現場看到你 也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機會 來到我們這邊來做客好嗎 好的 好在這邊呢 非常感謝所有朋友來到我們這邊做客 也希望呢 有更多的機會來到我們這邊 和我們一起分享他的 希望出新的專輯的時候 一定要再過來好不好 好 好在這邊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收聽 我們17號見囉 好 17號呢還會見到所有朋友的 拜拜 拜拜 吃飯說吧 哈哈哈哈 那天一開始 乳酪 啊 啊 嗯 嗯